你不如說你休息吧 反正公司也說你 其實我相信很多在娛樂圈的新人都會曾經經歷過這個入雪櫃的日子 甚至是未出現 未出現才入雪櫃 我覺得你不如說你休息 不要做了 你繼續讀你的PhD 繼續做你或者其他事情 第二件事就是你繼續做了 我跟自己說如果你繼續做的話 你不如說不要做 你一做的話 你一定要做得好 一定要做你自己覺得是最好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一定要有成就 否則我覺得太對不起自己了 當時我就在想兩件事 到底你是想做還是不想做呢 自己再想回自己 其實我其實很喜歡音樂 我真的很喜歡寫歌 很喜歡表演 為什麼不趁著自己年輕的時間去試一試呢 試了不行 起碼也不要後悔 如果你隔了五年後才再說我想試的時間 好像很多事情都很遲了 其實當時入行都已經遲了 都長大了 然後同志說好 繼續下去試吧 那怎麼試呢 茫茫人海 什麼都沒有 沒有人沒有物 又沒有針無線 神仙難變 你作為一個藝術 很多時間你一定要有經理人 去幫你包裝 起碼執拾形象 選歌 我就在想我有一個優勢 我有一個優勢就是 全方位什麼都吃鬼了 就是作曲 填詞 編曲 監製 唱 和音都是我來的 小孩子都是我來的 就是什麼都是我來的 我覺得如果我要做歌的話 其實我自己一個人都做到 然後當時我又在想 OK啦 當然要想一下 接下來的工作路向是怎樣 那我就有幸運 其實我只是認識電視台的幾位監製 其中一個監製就是兒童組的監製 另一個監製就是旅遊組的監製 那我就說不如這樣吧 約監製出來大家去吃飯 了解一下 看看有什麼合作的方向 其實這個做法很大膽 我記得當時第一次約兒童組 監製和同事去吃飯的時間 人家是以為是唱片公司約的 有十幾個人一起來 結果呢 我就預訂一個桌子 自己一個人在這裡 覺得大家是嘴唇的 為什麼只有你一個 咦 不是唱片公司老闆約嗎 我說是呀 我約你們啊 我約你們一樣的 那整班就在一起 自己想回當時 也許當時年紀小 其實也挺好笑的 心口掛著勇字 就什麼都可以 敲門啦 然後跟監製聊 其實我覺得兒童節目 我覺得應該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譬如試一下 做一個關於唐詩的節目 一個唐詩的節目 我覺得挺好的 我又可以寫一首關於唐詩的歌 不如先寫一首歌來聽聽聽看 可以嗎 我說好啊 我就自己寫一首唐詩的歌給你聽 這是一邊 另一邊 就是當時旅遊組那邊 也有一位監製對我很好 我跟他吃飯聊 他就說 我很想 這個旅遊節目 有一種中東音樂的感覺 但是呢 又沒有這個預算 又不知怎麼辦 罐頭音樂 用中東音樂 又好像很奇怪 你覺得怎樣呢 我就說 不如 我幫你試一下做中東音樂 我說 你做嗎 但是 這次沒有錢 我說 不要緊 如果你沒錢 沒所謂 因為你肯嘗試 熟用我 新人 其實是雙線齊驅 與此同時 四集中東迷情 就是二十幾首配樂 一次過 就看完片去做 每晚通宵去做 另一個就是做 唐詩的歌 其實唐詩的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這首歌也是我第一首 在電視台 大家比較熟悉一些的 一首儀歌 這首歌就是叫 《穿梭詩人天地》 當時就是TVV一個環節 一個展示小人類的節目 就叫做《穿梭詩人天地》 很有趣 有幾個主持出來 唐詩就怎樣怎樣怎樣 我很開心 自己一個的構思 能夠變成 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小小的夢想 然後你去爭取 不怕醜地去爭取 當然也要多謝監製給我這個傻婆的機會 這首歌也是我在2001年 第一年在兒歌頒獎禮獲獎的一首歌 當時唱片公司老闆 其實我還有一年合約的 但我也要多謝唱片公司老闆 因為為什麼呢 說還說 但說得來他都給我很多自由度 任我怎樣吵都可以 隨便可以怎樣都可以 我記得當時他沒有想像過 原來我會在頒獎禮獲獎 然後他覺得 簡直 嘔嘴了 其實那一年來講 是一年很艱苦的一年 亦與此同時 當時除了做兒歌 還有第二個機會 第一個機會 就是我要幫家燕姐 施家賢 做唱片監製 我要多謝家燕姐 能夠給一個新人 去做唱片監製 而幫家燕姐寫的第一首歌 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首 什麼 家燕姐媽媽很後期 家燕姐媽媽很後期 很後期 家大歡喜也很後期 那首歌叫做 靜心 對 戰仙 戰仙周的歲月 那首 很好笑 第一首歌寫是關於更年期的 我上去廣州和廣告商談的時候 他看著我 嗯 李小姐你都知道 這個是什麼產品 我知道 我知道 講到更年期 不知道你明白 可以了 我知道了 我可以了解 心煩 很悶 哈哈哈哈 然後 扔爛了些東西 那個音樂 都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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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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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喜歡 想死 然後要填詞 編曲 錄音 監製 整件事 做一首歌出來從來都不容易 自己唱也好 別人唱也好 其實是花了一份心機下去 所以奉勸各位年青人 千萬不要買老番 盡量買正版 作為一個音樂人是很辛苦 先說一下 不要買這個番板 好 加大歡喜 那段時間其實就接近頒獎禮之前 那一年頒獎禮也幫忙寫了一些開幕歌 諸如此類 大家都開始知道我的事業 由這個幕前和幕後都一起要兼顧 不知不覺之間 我就患上了一個病 這個病是到兩年前我才醫治好的 那種病就叫做暴食症 暴食症是怎樣的呢 就是你會發現你吃也不飽 即是你見到的食物就會想吃 特別是你忙的時候 一趕歌的時間 一通宵 原來你發現原來我也有的 是這樣的情況 就發現趕空發神我也會有暴食症 你也試過嗎 你會發現你吃也不飽 一到晚上的時候 你就要找一些甜的食物去吃 然後就不斷吃 不斷吃 成大袋 就是優惠良品 不斷吃 然後就一到晚上就寫歌 又改歌 你不知不覺 你不斷吃的時間 你吃也不飽的時間 還有你發現你不吃甜的 做不到創作的時間 然後呢 會怎樣呢 社交的感覺 做不到創作的感覺